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庆养生活Catchin的频道 那今天呢 我就想分享呢 就是不用药可以解决了耳鸣还有颈椎病 在2018年呢 我就患上了耳鸣 还记得那时候呢 我的耳朵呢 两只耳朵是出现呢 就是嗡嗡的声音哦 一开始以为呢 这个声音呢 很快消失哦 但是呢 在持续了几天过后呢 就发觉我的人呢 越来越不舒服 就会开始颈椎很痛 感觉很晕 然后还好我有这个H-O氢氧气 我就吸每天吸一到两个小时 这样的状况呢 持续了几天过后呢 我其实我耳朵的声音呢 就是越来变得越来越大声 那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担心了 我就增加了吸H-O氢氧气的小时 我就每天吸大概三到五个小时哦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颈椎是非常非常的痛的 还好 我不单只是H-O氢氧师哦 然后我自己也会一些非药物疗法 我就用了这个HCT大机呢 去帮我自己做颈椎的治疗哦 那做了过后呢 感觉就自己好了很多 然后大概就是两天过后呢 我整个人就舒服了 然后我就出国共干 可是那时候呢 因为出国共干 我就没有吸到这个氢氧气 我没有做到治疗 那我的声音就是变得越来越大声了 当我从国外回来过后呢 我就自己继续去做这个治疗咯 然后大概三天过后呢 其实我还是感觉耳朵就是保持的声音还是有在咧 然后颈椎就没有那么痛了 那我就觉得人也没有那么累 但是呢 声音还是有在 所以呢 我就一直想去找办法 到底要怎么去治疗我的耳朵呢 那我首先呢 就是去看了这个 医生去了这个ENT specialist 耳壁后的specialist 然后呢 医生也检查了过后呢 他是说听力没有下降 耳朵你也没有损伤 而且你的耳朵也很干净 他也没有给药我吃啦 然后他就开了一些补脑的营养给我 就是补精力的营养给我 所以一个月过后呢 他就叫我再回去做follow up 如果情况不好 那时候就必须院选 还有再做其他的安排啦 那我还记得那个医生呢 就发了一个link给我 叫我自己上网去看啊 为什么会有耳鸣呢 他的原因是什么啦 然后我就问了医生一个问题 那我到底需要多久可以痊愈呢 其实医生是 就给了我一个回答是说 哎很难讲的可能三到六个月 可能一年半载或者永久也不知道 所以呢 我感觉就是其实在医生那边呢 我也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答案 所以那我就说ok啦 那我就回去去找我的老师 那经过解恩老师的分析呢 就告诉我很多 七个可能性而造成耳鸣的原因啦 那有可能是我情绪紧张啦 就是过度疲劳啦 或者是内耳毛 蛹毛层里面的断了 或者是血管疏松不够血到耳朵 耳窃血或者是血管阻塞 也有可能是血管阴化 还是可能我整天在挺汗风啊 就是造成耳朵损伤啊 也有可能是我的颈椎啊 整天颈痛啊 而引起血流不足 而不能到耳朵 也有可能是我的贫血啦 贫血的问题 所以呢 种种原因而造成我的颈椎痛 然后供血 然后供血不足 头晕或者缺氧咯 所以通过这些原因 at least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耳鸣啦 那解恩老师呢 就给了我一些方案 就是让自己呢 就是可以每天呢 依据这些方案来做呢 来治愈 那我每天就是用一定会CHO6-8个小时 也做用HTT大肌的治疗 就是也做这个用M1来做头部 脉胃的治疗 颈椎的治疗 那我也吃Cambridge 还有我们的Health Food 就是Record Beauty M Plus iFood还有Boraji 这些我都种种 supplement我都在增加啦 就是也做每天的静坐啦 每天也要吃一些牛肉饭来补血啦 然后要喝舌全大补 那我也有吃养生粥 然后也加了一些就是中药 就是六味帝皇原价 还有盐水 那也保持肠道的菌 够啦 够 然后也做这个M1的治疗啦 那我就发觉呢 对于耳鸣呢 HTT M1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在按我们头部的脉位 还有耳朵的脉位的时候呢 其实按下去是非常的痛的 那当这个痛楚呢 越来越不痛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我的耳鸣的声音越来越小声了 那加上我睡觉就是加这个热水袋 还有不开冷气 我一个月呢 就是会有两次就是肩膀非常僵硬 然后颈椎很痛 导致很累精神不好 缺氧还有低糖哦 然后我的急救方法就是用我们的HTT M2 这个大肌来做一个30分钟的疗程 做了过后呢 我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到 除了杰恩老师所建议的这个我们的HTT M2 之外呢 那其实我很专注的就是在用这个Light Spark 我在我还记得2019年的5月呢 我开始使用这个Light Spark 这个Light Spark呢 我每天是喝10cc 那它就是刚喝的时候呢 我就晚上睡觉很累 就是小便特别的臭 然后我的耳鸣呢 在肩中是会有大小声 有时中声 然后有时也会很累 肚子呢就会有热热的感觉 排便特别的多 特别的臭 然后呢 月经来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血块 那我看到的改善是每星期 就是逐步的改善哦 第一个星期呢 当我加了Light Spark后呢 我的耳鸣开始 从5天的钟声 变成2天的大声 然后精神非常好 月经量多了 颈椎没有痛了 还有我的头 头痛缺氧啊 就是用HO两个小声呢 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第二个星期呢 就是看听到的耳鸣的声音 越来越小声 第三个星期呢 就是听到耳鸣的声音 它会大声一点 但是呢 三天过后变成终声 然后第四个星期呢 就很明显的耳朵 我的左边的耳朵 没有什么声音了 右边只是宝质 就是一级的嗡嗡声 就是非常小声的 然后在第五个星期呢 我的左耳 好像完全没有干扰的声音 就是大概两个星期哦 我就感觉到我左边的耳朵 完全好了 然后右边的耳朵呢 就是大概是 还是有一点嗡嗡的声音啦 那依据就是用这个肺药物疗法呢 Jen给的方案呢 我其实我的耳鸣真的有大大的改善 就是大概十一个月过后呢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耳鸣的声音呢 其实越来越小声了 在我换上耳鸣的一年后呢 那我就发觉我怀孕了 那我在怀孕的过程呢 也每天用就是我们的supplement 加上Cambridge呢 然后最主要的是 每天五到八个小时的H-O呢 来提升我的免疫力 还有让我的身体清除那个自由剂 加上每天10cc的Lice bug 给我自己也好 也好给宝宝也好 就是最好的营养 然后呢我在怀孕后 我其实发觉很大的改善是什么呢 我的耳鸣哦 其实已经痊愈了80% 只剩下右耳有一点蒙公声 左耳其实是没有声音了的 然后生了孩子过后呢 我就呃 右边的耳朵呢 就是还是很 会有很小的很小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会有 是因为在我很累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累呢 其实我都没有听到有什么声音了 那目前为止到现在呢 一共四年后啊 至今已经四年后啊 我的耳鸣已经没有再出现了 真的没有声音了 那我是想总结来说 连医生呢都没有给药我吃 那当时候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决方法 可是呢 这个耳鸣呢 真的是让我造成很困扰 然后让我情绪不好 我很担心 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心灵上的折磨 我就一直听到有声音去困扰我 加上我自己也接受不到自己是一个病人啊 所以呢 所以呢我非常开心是我自己是HO的清养师 就是用HO非药物疗法呢 让我看到了希望 我很高兴呢 我在治疗后呢 就是看到自己一天一天的改善 可以吃可以睡 有体力还有照常的工作 生活习惯全部都正常 当医生也不能告诉我多久可以痊愈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非常的无助的 可是呢一开始呢就是这个非药物疗法呢 让我看到了希望 那Hashore改善了我的精神 我的体力减少自由基 也加上呢我会就是这个用M1M2 来让我自己做这个治疗 卖位的治疗 让我的痛啊 我的颈椎啊完全好了 没有痛了 那目前呢 我的耳鸣是可以是说完全可以控制的很好 至今呢 4年后的今天呢 其实我的耳鸣都没有复发 而且我的颈椎病也没有复发了 颈颈也没有痛了 那我非常高兴呢 就是自己可以认识这个非药物疗法 那现在呢 我就想用我的专业呢 帮助更多的人呢 改善他的病症 改善他的身体的健康 谢谢大家 使用NATURU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就是使用HO HO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炎弊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呢是有效的排寒湿毒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 The one-to-one diet The one-to-one diet的step one跟step two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就是用LifeSpark LifeSpark呢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NATURU非药物疗法的排毒抗发炎和弊病的效果 G3 G3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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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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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G5 G8